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每日是个乐子 香乐的乐 乐字的国语诸音是乐四声乐 乐恶乐四声乐 乐字当名词用 是指短强或小题而言 如马乐乐丘等 乐又当借献奖 如借乐 乐也当形容词用 做相等奖 如香乐是表示两者之间 互相势均力敌 乐又是大致差不多的意思 如富乐王侯 是说某人的财富和王侯不相上想 与乐字偏旁相同 读音也近似的是这个乐字 这个乐字 国语诸音也是念乐 乐恶乐四声乐 乐是用手握住东西 向一端滑过移动 如乐起袖子 乐又当辅魔奖 如阳慎的诗友 以兰独把银滋乐 泪字念泪 国语诸音是乐爱泪四声泪 泪是泼酒的义字 如泪酒是指把酒泼在地上来祭神 至于姜字是个常用的字 不过要提醒您的是他有三种读音 第一是念将 一声将 适当动词用或副词用 如将来将功赎罪 第二种念将 四声将 适当名词用 如将士将帅等 第三种念腔 一声腔 四座请字解释 如求别人帮忙时 常用腔脖之注一语 若念成将脖之注 或将脖之注 那就不对了 最后要注意的是 以上这四个字的右偏旁 都是从肉 从寸 而不可以把肉字 写成爪字 所以在书写的时候 应该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